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食品标示乌萨萨来看到台中市议员黄新惠在业务咨询上 怒批美式卖场的牛肉麻辣血旺产品 产地标了有六个国家搞得好像是八国联军 那么另一项明太子产品 87%是图文不符的 要求要严格把关 那么实案处随即的就有稽查了 标示是否属实将会进一步来厘清 食品标示列出澳洲美国等六个国家产地 西元黄新惠直批 一项牛肉麻辣血旺产品搞得像八国联军 产地到底来自哪里 中央的法规 所以你依规 依中央的法规 那如果是你 你是消费者你吃的安不安心 我看了这个我就不想吃了 对啊 这样标示民众怎么 消费者如何安心 哇这个八国联军哪一国都写上去 反正只要一点点沾上边都写了 反正写了没白黑就对了 对吧 不然它没下电脱有座 所以要加出来 好吧 那包装的图片 它是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明太子圆形的图样 对不对 圆的 一条一条对不对 但是打开以后呢 它其实是塑胶包装的产品 所以那个网红一打开的时候 不会吧 为什么是长这样 完了完了被骗了 对于这种标示 如果认为说有问题的话 我们还会给予开发 不止这一项 冷冻日本明太子产品 也在网红开箱后直呼 87%图文布福 也质疑有触法疑虑 警察人员逐一检查食品标示 食安处已初步了解该产品使用多种牛肉 可能涉及多个国别 各分公司制作贩售 依食安法序依照成分多寡 依序标示产地 该产品标示是否属实 将进一步厘清 依序它的一个含量的多寡就这样子排列下来 那至于说它这个产品呢 里面到底是不是 含有这么七国八国的一个肉品呢 那我们昨天已经到卖场里头 去实地的一个鸡查 我们后续删除会进行 后续的一个厘清跟财处 要不要多严格一点 它要顾到它有多少的 这个它的这个会员的权益 那你要不要出手一下 虽然它是美商公司很大 像是对于他们那个野果 不是草莓果的有A干的问题 我们也都有重罚过两家 对啊 是嘛 它依然没有改善嘛 对不对 那食安的部分呢 我们是觉得魔鬼厂在细节中 所以未来对于各大卖场 也希望卫生局呢 多多的去加强 市议员指出 该卖场在台湾有将近400万会员 在台中即将设立第三家门市 要求卫生局严格把关